吴宽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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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考虑到底负不负食 我觉得这还是有点散 还是给它负一块石头 嗯 不管石头少 这样让它变得稍微集中一点 不那么散乱 原土加了 零雅 这个根的中间 填充了这么一块石头 同时为了使整个造型变得集中一点 不至于这个根的跨得太散 太散以后这儿镂空过去 虽然说我们有好多东西 要透露就说要露过去 但是要真的露得太空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形狠很散 它不自然的就是 所以我在这儿呢 就填上这么一块石头 然后你稍微留点意 留点心 应该是没有问题 像这种东西你在自然建议 你都不用管它 三年大旱它死不了 它一个月大雨它也死不了 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有时候太精心了 天天给它浇水 天天给它施肥 这反倒是个麻烦 我也不希望别人 对咱的东西说三道四的 说的那么不那么友好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咱家都是为了一个植物 植株或者一个盆景这样的东西 它既不是一个战争武器 又不是一个吃饭的家伙 它就是一个绿植 所以咱们不必要说很多激烈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 有点什么感觉 就像一个人站在这儿 因为你们的话 人站在这儿 有点像远处眺望的那种感觉 就是眺望那种感觉 也可以把它叫做 那边或对岸 这种 这么一种意境都可以 随便一样 干一点 试一点 太阳大一点也行 太阳稍微少一点也行 当然所有的树都需要有光合作动的 没有光合作动的都不成 保湿湿润 否则它就长不好了 既然把这根千辛万苦的提起来露出来 你就不能用青苔把根给盖着 那就没意思了是吧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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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